彰化早上发生一起车祸 重机骑士车速很快往前执行 结果跟一辆左转弯的休旅车发生碰撞 两台车撞在一起 重机直接卡死在车底下 休旅车车头因为猛烈重击 内凹严重回损 现场一片狼藉 机油漏满地 骑士人当场倒地不起 一旁还有他散落的鞋子 以及一些车体零件 那么这起事故就发生在上午八点半左右 彰化 张星路二段跟圣岸路口 黄牌重机执行跟转弯车发生事故 22岁的重机骑士 左脚开放性骨折 双手封闭性骨折 而且下巴有撕裂伤 不过幸运的是意识清楚 生命迹象稳定 至于现场的路口 双方的耗值灯是什么 有没有违规 目前警方正在厘清皱泽当中